昨日上午网络流传范冰冰与李晨在烟台来山机场的照片 称两人一同出现在来山机场疑似见父母 随后被当地数家媒体报道 两人照片中有中文姓名、中箭号、英文姓名等旅客信息 有网友质疑照片为机场的安检监控 机场涉嫌侵犯旅客个人隐私 昨日下午来山机场安检部工作人员称 有年轻员工喜欢追星 看到范冰冰和李晨通过安检时 就用手机拍下了监控电脑屏幕 之后上传到网络被网友转发 据了解按照规定安检录像是禁止外传的 现在正在调查是谁把监控拍照后外传 这是该机场第一次发现安检录像外泄 以后会加强管理 优户群了整理报道